北溪管道被炸后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波兰前外交部长希克尔斯基 很简单的一条推特 配了一张气体泄漏的海面图 上面是一句话 谢谢你 美国Thank you USA 他可能觉得还不过瘾 后来又解释说20年来 乌克兰和所有波罗的海国家 都反对建设北溪管道 现在 价值200亿美元的废铁 躺在了海底 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罪恶决定的 又一代驾 为表达心中的欢快 他专门发了一条波兰语的推文 然后用英文解释说 这是一件小事 但波兰人却充满了欢乐 反正 谢谢你 美国这条推文 刷屏了 全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 北溪管道被炸 波兰前外长感谢美国 这不是昭然若揭吗 以至于不少西方人痛骂 西科尔斯基 你到底在做什么 一些人则在嘲讽 西科尔斯基 谢谢你 美国 俄罗斯 谢谢你 西科尔斯基 最新的结果 西科尔斯基 悄悄删除了上述推文 为什么要删 西科尔斯基没有解释 只是发了这样一条推特 我很高兴 波兰所有政府 斗争了20年的北溪管道 陷入了瘫痪 但这对波兰有好处 希望丹麦调查找到真凶 我自然而然地做出 谁有动机和能力干这件事 这仅仅是我自己的假设 大概率吧 波兰前外长 受到了波兰和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 有些话 你怎么能说出来呢 你这不是明显的高级黑吗 最后 堂堂波兰前外长 也不得不删帖 删了 就算完了 看到有些人分析 这样一删了之 不是更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很诡异的 还不仅仅是波兰前外长删帖 别忘了 北溪管道被炸后 拜登有一段 与记者对话的视频刷屏了 拜登 如果俄罗斯发动入侵 那就不会有北溪-2 我们将终止它 记者 但是 这个项目在德国控制之下 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拜登沉思了一下 我向你保证 我们将能够做到这一点 俄罗斯方面立刻不依不饶 很有个性的俄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瓦 强烈要求美方给出解释 说 拜登的威胁 到底有没有付诸实施 美国总统拜登 有义务回答这个问题 人需要对自己的话负责 就算他所说的话难以理解 也不能免除这项责任 欧洲必须知道真相 拜登怎么回应呢 白宫女发言人 让皮埃尔开始打太极拳 拜登所说的终结手段 其实是指推动德国政府 冻结北溪-2项目 美国不因为北溪管道 遭破坏的事件负责 美国支持欧洲进行调查 真的就是这样吗 扎哈罗瓦嘲讽 白宫的解释是可悲的 我听说白宫新闻秘书 昨晚试图解释自己 除了怜悯之外 他无法唤起任何东西 甚至笑声 只有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毕竟按照德国明镜周刊的说法 对深海海底的北溪管道进行破坏 这不是简单的破坏 很可能是潜水员或小型潜艇 在管道上安装了爆炸装置 只有国家行为体 才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该周刊还透露 早在几周前 德国政府就收到了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警告 称位于波罗的海的北溪管道 可能会遭到袭击 那到底哪个国家干的呢 反正是罗生门 很有意思的是 俄罗斯怀疑是美国 波兰前外长也感谢美国 很多西方人也吐槽可能是美国 但在西方主流媒体上 清一色是怀疑俄罗斯 你没看错 在西方主流媒体的推测中 俄罗斯才最有嫌疑 就以CNN为代表吧 CNN的报道就引述西方情报官员话说 在管道被破坏前 在周边海域看到了俄罗斯的军舰 而俄罗斯是该地区唯一被认为有能力和动机故意破坏管道的国家 因此 这些目击事件引起了美国和欧洲官员的关注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和一名美国军方官员表示 他们将俄罗斯视为北溪管道事故的主要嫌疑人 言下之意 破坏行动就是你俄罗斯干的 气得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破口大骂 认为一些国家指责俄罗斯是幕后黑手 完全是愚蠢 充满了偏见 很简单的道理 管道这样被破坏 对俄罗斯没任何好处 反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俄方表示 我自己关个阀门的事情 为啥要亲自下场去炸 俄罗斯媒体则披露 在管道遭到破坏前 发现多架美国军机曾在事故海域周围徘徊 换句话说 这里靠近西方国家 是你们的地盘 你们才最有嫌疑 波兰前外长无奈删帖 拜登辩护我不是那意思 西方媒体暗示俄罗斯才是幕后黑手 俄罗斯媒体反击当地有美国军机 真是看得让人眼花缭乱 谁干的 不知道 但后果肯定是严重的 绝对不仅仅是经济损失 一 管道被炸 大量气体泄漏 对俄罗斯来说 这是最直接的重大经济损失 我们还不提对环境和海洋生物的巨大破坏 二 维修需要等气体排空后 但海水会迅速腐蚀破损的管道 如果维修不及时 那几百亿美元的管道 真可能会成为一堆废铁 三 对德国等国来说 意味着最后念想的破灭 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 以前占到了欧洲天然气供应的40%多 现在 领东将至 短期内 不可能从俄罗斯得到天然气了 四 这是对欧洲重大基础设施发动攻击啊 按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说法 欧盟将做出最强有力反应 也就是说 欧盟这次不会稀释宁人 对这种军事攻击 肯定要猛烈报复 甚至不排除启动北约第五条 及各方同意 在欧洲或北美 对其中一个或多个国家进行武装攻击 应被视为对他们所有人的攻击 五 那问题来了 如果真是俄罗斯 姑且我们不放弃任何假设干的 那北约针对俄罗斯动手 如果真这样以牙还牙 那意味着 一场乌克兰危机 将演变成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六 如果是美国 英国或波兰干的 那可都是北约国家 德国和欧盟怎么报复 跟美英断交 北约对自己开干 七 最可怕的 是底线没有了 这一次 不再是恐怖组织 而是国家直接发动攻击 如果这样没有节制 那世界上所有超级工程 都不会再有安全感 今天可以攻击北溪管道 那英法隧道呢 那各种大桥呢 那核电站呢 人类一旦失去了敬畏 这个世界 哪一个地方能有安全感 哪一项超级工程 不得不做最坏的考虑